这是世界上最有礼貌的杀手 只见他面带微笑 用最温柔的语气请人下车 男人不明所以 可依旧照做 可他又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他趁警察不备 用手铐勒住他的脖子 顺势将他拖倒 把全身力气聚在手肘 警察不断挣扎 可没意会 腿一蹬 不再动弹 再一看 地上全是划痕 可见警察的痛苦程度 接着他去清理手上的血迹 看得出来 这是个爱干净的杀手 这次他接到的任务 是寻找一个遗失的钱乡 他被一个牛仔猎人 在交易火拼现场意外捡到 他将钱乡带回家 还告诉了妻子 可妻子显然并不相信 夜晚 他装了一壶水又返回现场 因为白天有个冰死的男人向他求救 可回去后发现男人已经隔屁了 细心的他发现远处有人 而对方也发现了他并向他挥挥 牛仔起身逃跑 中途被击中 他立马跑进湖中躲避 对方则放恶犬追赶 游到岸边 只见他装弹夹上膛开枪 动作有条不稳 将恶犬直接送走 不难看出 他是一个退休老兵 敏锐的他见到如此情景 便知道这帮人肯定是为内乡钱而来 他回到家 告诉妻子立马动身回娘家 而自己带着内乡钱找个了旅馆居住 与此同时 杀手和同伴也到了火拼现场 找到了可以感应前乡定位的追踪器 随后便毫无感情地干掉同伴 第二天 他来到一家小卖部 老板见杀手一脸凶响 便想提前打烊 可杀手生平最厌恶不守原则的人 但他突然玩心大法 准备用硬币决定他的生死 老板一脸猛叉叉 但当看到凶神恶煞的杀手 他没敢忤逆 下意识选了正面 幸运的是老板猜对了 杀手也遵守原则放他一马 随后他根据牛仔留下的车牌信息找到他家 壳里面早已空无一人 他自顾自地打开冰箱 拿了瓶牛奶 坐在沙发上喝了起来 就跟在自己家似的 休息片刻 他找到停车场大妈 想询问牛仔的下落 但他已不能泄露居民隐私 唯由拒绝了他 杀手问不出答案 只能离开 牛仔此时已经住进了一家旅馆 他将通风管道口打开 搁下窗帘绳子 绑在提手上 将钱箱藏了进去 隔天 他买了一把枪 回到旅馆后将其锯断并装上子弹 然后又跟老板定了一个管道相通房间 杀手也开着车在路上瞎转 突然追踪器响了起来 他看到旁边是一家旅馆 知道牛仔肯定躲在里面 他将车开了进去 从一个个房间前慢慢开过 在追踪器反应最大的房间旁停了下来 随后 他找老板要了房间平面图 要了一间和牛仔户型相同的房间 他打开门后开灯 测试自己的开门速度 用手测量木板厚度 判断子弹是否能穿过 做好一切准备后 他脱下血 拿上武器 朝那间房间走去 对准发射踹门开灯 男人的动作一气呵成 看到卫生间有人 又是一记扫堂 将木板射穿直中目标 进入卫生间后 通过镜子反射 发现连后还有一个人 胖子都吓尿了 杀手依然面无表情 拉上帘子 胖子本以为自己躲过一劫 结果 做完一切后 杀手坐在床边 脱下沾满血迹的袜子 随后环顾四周 通过敏锐的经验 他也看到了通风管道 打开一看 果然有两道拖痕 可住在另一边的牛仔 听到响动 早已带着钱箱趁夜跑路 他又找了一间旅馆 这次他长了个心眼 买通前台小哥 如果有人来住宿 立马告知自己 躺在床上 牛仔怎么也想不明白 自己没有泄露任何信息 杀手是怎么找到自己的呢 突然 他像是想到什么 打开钱箱一顿翻腾 果不其然 找到了一个追踪器 他看着闪烁的红灯 意识到杀手可能已经追来 他给前台打去电话 果然已经没人接听 他小心翼翼走上前 侧耳听外面是否有动静 随后又趴在门缝观察 看到有人上楼 从包里掏出枪坐在床上 又将灯关掉观察门口 很快 门口出现了一个人影 然后 走廊的灯熄灭 不如其来的响动 吓了牛仔一跳 他赶忙也向门口开了一枪 然后把钱箱从窗户扔出 自己也跟着跳下 他接着回来旅馆前台 看到前台小哥已经不见踪影 随后又从后门逃走 可还是被杀手发现 不幸重弹负伤 他拦下一辆车 可还没等启动 杀手两枪结果的司机 牛仔只能仓皇而逃 一个没控制好 撞向了路边的汽车 他悄悄下车 躲在一辆车后面 从橱窗玻璃观察杀手的位置 与此同时 杀手也根据血迹找到了牛仔 正当杀手准备攻击 却不料被牛仔反蹲 虽然没看到杀手 但看到地上的血迹 他知道杀手也中了枪 牛仔没有选择乘胜追击 而是提前赶紧离开 他驱车来到边境县 可他一身血迹 又提着一大箱子钱 这样肯定会被怀疑 于是他将钱扔到栅栏旁的草丛 随后又拦下路人 谎称出了车祸 买了他的衬衫 还顺走了他的酒 然后洋装醉酒流浪汉躲过检查 可身受重伤的他再也支撑不住 颤颤巍巍地拿出钱 让路人将他送到医院 很快 牛仔醒来 可面前坐了一个西装男 原来他也是黑帮雇来的杀手 他知道妻子的藏身之处 但和之前的杀手不同 喜欢伊丽夫人 牛仔见西装男拿妻子威胁他 没办法 只能告诉他钱乡被自己扔到了草丛中 见目的达到 西装男也去了那片草丛查看 牛仔没有撒谎 可他不知道的是杀手已经盯上了他 杀手举枪对着西装男 他很生气雇主又派了一人 这明显是对自己不信任 也违反了自己的原则 既然这样 杀手一不做二不休 他决定杀掉西装男 私吞那笔钱 这时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气氛就此沉默 杀手一枪结果了西装男 他放下枪 接起了电话 是牛仔打来的 他直言要去找牛仔的妻子 可牛仔偏不信邪 非要和杀手对刚 最终杀手放话 男人将进满机油的布放进游戏 随后将其点燃 盖上盖子 一瘸一拐地走进药店 身后的汽车立马爆炸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大家纷纷出店查看 而男人则趁此空档 直接打开门档 在货架上寻找自己需要的药品 回到旅馆 他将塑料布垫在地上 小心翼翼地脱掉鞋子 剪开早已被伤口粘住的裤子 用大量的清水冲洗 再用按剂量配好药品给伤口消毒 然后给自己打了一针麻药 拿着开水消好毒的镊子 将大腿的蛋壳硬生生夹出来 鲜血瞬间流出 剧烈的疼痛让男人忍不住嘴角抽搐 给自己做完手术后 男人一蹶一拐地走出浴室 顺手关掉了旁边的电视 一系列操作猛龙 真是个狠人 男人是个杀手 他在执行任务中不幸中担 为了防止伤口恶化 不能去医院的他只能自己处理伤口 杀手是个很讲原则的人 因为发现雇主不信任自己 还派了别的杀手一同前往 于是他杀掉另一个杀手 决定自己私吞钱箱后再找雇主算账 他用气枪冲开门锁 对着面前的雇主就是一枪 雇主直接当场毙命 他又看向身后面露惊恐的男人 看着杀手面无表情的脸 男人吓得直发抖 牛仔知道杀手很快就会去找妻子 于是他在出院后 立马给妻子打去电话 约定好在沙漠旅馆见面 他打算把钱箱交给妻子 这样杀手就拿他没办法了 因为不满意牛仔女婿 妈妈一路上都在吐槽 可没成想 黑帮老大不知道从哪里得知了妻子的信息 知道他们要离开 于是派小弟一直尾随妻子的 从妈妈嘴里套出了他们要去的城市 因为担心牛仔 妻子在临走前给警长打了个电话 向他告知了牛仔的一切情况 就在警长快要到达牛仔旅店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辆卡车冲了出去 还听到了枪声 他赶忙下车查看 火拼现场极其惨烈 倒在地上的 还有已经毙命的牛仔 得到牛仔死亡消息的妻子悲痛欲绝 回到家一开门 发现杀手已经在家等待多时 因为他曾跟牛仔说过 如果不把钱给他 作为代价 他也会找他的妻子 即使妻子已经告诉杀手 他没有拿到那些钱 妈妈刚离世 自己也身无分文 还欠了一屁股债 杀手看到女人已经失去所有情人 他决定再次使用抛硬币的方式 给女人一次机会 可女人拒绝了他 尽管杀手再三询问 但女人还是坚持自己 很快 杀手走出房间 看了看脚底是否干净 随后又恢复冰冷表情 驱车离开 可没成想 杀手杀人无数 可到头来 被一个闯红灯司机撞成重伤 好在系好安全带 才险些捡回一条命 他亮亮呛呛走向路边 此时刚好来了两个小男孩 看到杀手装的骨头都裂出来 他们上前询问 杀手买下一个小男孩的衬衫 做了一个简易的吊臂带 随后一瘸一拐地离开了现场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牛仔无意中得到巨款 面对凶手的警告不管不顾 最终才形成惨剧 钱会使人变得现实而争鸣 牛仔在取得不义之财的那一刻 轻松陷了原形 而杀手热衷杀戮 藐视一切法则 残害了许多无辜的生命 可他又坚持自己的信念与承默 恪守内心的原则 所以当老板猜对硬币时 他会放弃杀人 仿佛又残留一丝温情 所以在故事的最后 你们觉得牛仔的妻子 有躲过一劫吗